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铺上一层糯米 再次放上葡萄干和红枣 红糖 再重复之前的动作 最后铺上糯米 最后倒门清水 冷水上蒸锅 大火蒸30分钟 时间到关火取出了 扣上一个盆子翻过来 一道美味的红枣糯米饭就做好了 吃起来柔软香甜一样美味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 转发评论下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